内风湿性关节炎四大病征 研究,这杯增6倍离病风险 内风湿性关节炎是件保署认定的重大伤病 内风湿性关节炎照应与自身的免疫系统不正常的反应 这些免疫细胞会攻击患者自身的关节 最常见于手部,导致关节发炎病变 晚期甚至会影响骨头和肌腱,导致手指变形 早上起床时常觉得手指僵硬,重胀疼痛 膝盖或手关节发热发炎 内风湿性关节炎好发于中年女性,男女比例约为一 三,而且不同于退化性关节炎多休息就能减缓症状 内风湿性关节炎越不动越容易肿痛 而且炎误就医,会导致关节受损 手指和关节变形 不仅影响生活起居,甚至心脏,肺脏,肾脏等器官都可能受损 而现在有研究指出,饮用碳酸饮料竟会让离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风险提高 认识类风湿性关节炎 英国国民健保署 National Health Service指出,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 正常状况下,人体免疫系统会制造抗体,并攻击病毒、细菌等外来义物,避免感染 美国风湿病医学会 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 资料指出,类风湿性关节炎是最常见的自体免疫性关节炎 而对于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来说,免疫系统会将抗体误送至关节处,导致抗体攻击关节周边的组织,使得包覆关节的滑液 Sinovium,发炎,疼痛 并致出会伤害周遭组织的化学物质,可能影响的范围包括骨骼、软骨、韧带、肌腱 如果未经治疗,这些化学物质会逐渐使关节变形、歪斜,最后可能彻底损伤关节 类风湿性关节炎症状有哪些? 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免疫细胞异常导致的慢性发炎疾病,因此首先会影响到关节,造成肿胀疼痛 特征是会有早晨僵硬疼痛的症状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以手部为主,但由于体内长期处于慢性发炎及免疫失调状况 除了造成关节不可逆的破坏,类风湿性关节炎可能引发关节病变之外的并发症 除了关节之外,也有心脏、肺、肾脏、肝脏、肌脏、肌肉、眼睛、淋巴腺被侵害的案例,对于全身都有损害 类风湿性关节炎相关症状 多个手部关节对称性肿胀及疼痛,运动时可能会改善 手部关节在早上时特别僵硬,通常僵硬的时间会大于一小时 手指弯曲变形 肺风湿性节节,皮肤出现不自然的龙秃 肺风湿性节,皮肤出现不自然的龙秃 肺风湿性血管炎 肺血 肺风湿性节,皮肤出现不自然的龙秃 肺血球减少 肺脏肿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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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肺部侵犯,包括兼致性肺病、肺纤维化和肺结结等等病变。 肱膜炎。 周边神经病变。 心膜炎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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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淋巴结肿大。 肺风湿性关节炎的原因是什么? 典型的肋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为中老年妇女,虽然至今尚未找到肋风湿性关节炎发生的原因。 不过肋风湿性关节炎好发于30至50岁中年族群,又以女性患者离病率较高,以下为容易罹患肋风湿性关节炎的族群。 女性。 40到60岁的人。 40到60岁。 不过肋风湿性关节炎。 肺风湿性关节炎发生。 肺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怎么办? 。 对于肺风湿性关节炎患者来说,大多数时间建议维持规律的运动习惯,而如果关节发炎,感觉疲累的症状较严重。 。 此时就应该多休息,或是进行简单,温和的伸展运动,帮助维持关节的可动性。 。 症状缓缓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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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佛大学医学部相关医院布莱根妇女医院的研究团队,以19万名女性作为对象,进行了约4年的饮食记录调查。 。 研究发现,比起一个月和不到一次碳酸饮料的族群相比,每天饮用一次以上的族群,类风湿性关节炎风险提高了6倍。 。 此外,这份研究还指出,如果将碳酸饮料中的糖分换成甜味剂,就看不出来有这种倾向,也就是说标榜林卡的碳酸饮料,比较不会造成类风湿性关节炎风险上升。 。 虽然至今尚未判明为何含糖碳酸饮料会增加类风湿性关节炎风险,不过砂糖对身体的却有许多已证实的危害。 。 。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饮食预防方法。 。 。 虽然目前这项疾病的奇因以及治疗方法尚未完全明朗,不过类风湿性关节炎治疗最重要的一环在于消炎,而饱和脂肪酸会引起发炎反应。 。 。 因此均衡摄取好的油脂、采行蔬菜、豆类和水果为主,以橄榄油调味的地中海市饮食有助于抗发炎,也有预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可能性。 。 美国关节炎基金会,Arthritis Foundation,也指出,虽然类风湿性关节炎病患病不需要遵循特定的饮食限制,但科学家认为部分食物有助于控制发炎症状。 。 。 鲑鱼、鲑鱼、沙丁鱼、蹄鱼等冷水鱼类,富含Omega-3脂肪酸,能够减少体内会引起发炎的C反应蛋白,C,Reactive Protein,和芥白素-6,Interleukin-6。 。 。 多种颜色的蔬果,包括蓝莓、樱桃、草莓、菠菜、青花菜、羽衣甘蓝等,富含抗氧化物,能够维持免疫机能运作,对抗发炎。 。 。 核桃、松丝、开心果、杏仁等坚果种子类,丰富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、蛋白质和纤维,除了有助对抗发炎,适量吃也能帮助控制体重。 。 鹰嘴豆、斑豆、肾豆等,含优美、铁、鑫、钾等矿物质、叶酸、蛋白质、纤维等营养,是丰富抗氧化、抗发炎物质的来源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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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橄榄油,单元不饱和脂肪酸、抗氧化物质和油酸,除了有益心脏健康,也有助缓和发炎与疼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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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泪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 泪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手段以药物为主,治疗目标为缓解症状,防止恶化 非类固醇消炎药,nsaids,效果快速,但是有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类固醇消炎药 疾病修饰抗风湿药物 效果慢,但是长期使用可以防止疾病恶化 生物之际,上述药物都无效时才使用,价格昂贵 病成已经持续超过五年的典型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,若发炎渐趋严重,短时间内恶化,传统治疗效果不佳,需要长期使用生物质剂 可减缓缓 可减缓缓病情恶化,一旦使用该治疗方式,治疗后可视病情慢慢减药,但应避免擅自轻易停药 免疫抑制剂,由于死药的毒性较强,连生物质剂都无效时采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